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宇恩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现在一起来 查考喜乐途径所带来的信息 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面 或者在信仰当中有更多的经历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七章的探讨 所要探讨的内容是信心 与信心有关 上一回我们提到了信心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信心的定义 特别是信心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信靠 作者在这本书上面 在提醒信心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 那我们当然不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但至少要记得 那三个要素 第一个讲到信心是什么 信靠 信心是信靠 表示说要愿意来信任 第二个是讲到信心是什么 勇气 是勇气 不但愿意信靠 而且基于信靠要有所行动 这当然要有点勇气在里面 不然就信不下去了 第三个是讲到说信心是我们行出 信靠神所需要的活力 好 所以简单讲信心是信靠 信心是勇气 信心是要需要的活力 在这本书当中的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 有这三个要素 那么先回顾这一张开头所引用的故事 还记得吗 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叫马太 一个叫什么 姐夫 不是姐夫 是姐夫 这两个小朋友 一个很能干 一个是真的是 什么都不会的 但是他们从最基本的友谊 开始各种的活动 最后两个人一起得最高荣誉奖 不是说姐夫很厉害 姐夫一个人得奖 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一组 是同时得奖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越野竞赛当中 马太相信他的朋友 姐夫的判断 姐夫也同样的带领的马太 去得到最高的荣誉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就是互相的信靠 甚至对对方的信任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在这个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 我们必须要去付出信心的代价 那么接下来就来谈到 信心是信靠这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要素就讲到信靠 我们会面临许多超乎我们的理解力 或者是我们能力能够应付的事情 那么信靠就是知道神爱我们 给我们是最好的 使我们能够产生信心 唯有神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来相信自己 信靠别人和相信神给我们的人生方向 好 接下来还讲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碰到 就是一旦有人生病怎么办 看医生 当然我们也说我们信主的关系 我们要祷告 可是祷告是一个倚靠神 但是实质上面生病的话 特别有一些病症需要去医院看医生 好 那请问看医生要不要信心 要 祷告是一个信心没错 但你祷告完以后去给医生看 你说我就相信医生 你就完全没有一种的怀疑在里面吗 不尽然 因为你也必须要有信心来相信 相信医生的诊断 因为我们也越来越听说 有些医生是错误判断 原来是肺的毛病 他就看成是肠胃的毛病 开刀还开错 那更麻烦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也是一种信心 这作者说 因为他的太太 就是因为作者是牧师 所以他的师母有一次生病了 而且这个严重要动手术了 在动手术之前 这个医院的意思也很有意思 他们都会有一些 曾经开过刀的那种手术的影片 可以让要接受手术的人 先观摩一下了解一下 那这个作者 因为他本身是牧师 所以他觉得说 医院里面常跑了 我自己做牧师的我也知道 如果哪一个弟兄姐妹生病了 或不舒服了 我们住医院 我们都会去看望他 所以各式各样的各科的门诊 或者住院 我们都看过了 不是我看 是去看病人 所以谁要肠胃炎 知道了 谁某某人也是 谁心脏不好 谁开过刀我也知道 因为我们大概都 有这样一个经历过 那所以作者说 他几乎大概觉得 他什么都懂一点 可是呢 他没有想到 他以为什么都看过 但他必须要承认 他从来没看过 影片上面的情况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医生 所以真正在手术房里面 可能他没机会进去 就看完这影片之后呢 他的妻子就被推到手术房去 他跟他的女儿只能在外面 面面相觑的在那边等 相信医生所说的一切 这是一种什么 信任 他必须相信医生呢 他不能说 在里面我要不要 怎么样 不行的 因为家属不能在开刀房里面 所以他说 我必须信得过医生的技术 冒了他太太生命的危险 来信靠他们 在那个时刻呢 他说 我们对医护人员的信靠 就是信心 好 这个是看病就经历到的 还有呢 他说 基督徒的信心 是不一样的 我们信靠神 不是像信靠一位医生那样子 因为当肉体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医生有一些互动 但是呢 身体痊愈了以后 这个互动就这样 结束了 结束了 对 我常常讲 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只是为了治病 那病好了以后 我们就会离开主 就像我们去找医生 是为什么 看病 如果病好了以后 你会长期住在医院里面 报答医生吗 不会 当然不会嘛 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不是看病的关系 看病的关系 病好就回家了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不仅仅是看病 他不仅仅医治我们 甚至跟我们生命有关联 所以基督徒的信心 是一直要存在的 不是只是现在医疗的关系 没有医疗的关系 我们就停止了 认识基督以前 我们的关系是 我就是我 我跟神完全不来往的 但是认识基督以后 不一样 是我在基督里 新的我在基督里面 重生得救了 旧的我 老我就要被钉死了 那么以后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不是保罗说的而已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 这种信心 能够持续到永生 若要能说我在基督里 那就是需要信靠他了 在初代教会 祖后第二世纪 曾经有一个殉道者 他非常高龄 他86岁的时候 被火烧死的 他的名字叫做破驴甲 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 很早期的 那他服侍神很久了 在他的信仰过程当中 他遇到了罗马的暴君 那时候逼迫基督徒很残酷的 但是他给他一个选择 如果你否定你的信仰 你就没事了 要记得他当时已经86岁了 他跟这个老人家讲说 你只要否定你的信仰 就是你不要信耶稣了 你今天就没事了 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你只要宣告说 我再也不信耶稣了 就没事了 可是如果你还要坚持 你要信耶稣的话 那你就会死得很难看 因为当时就是用一口酷刑 将他活活的烧死 绑在火柱上面 浇了油把他烧死 你想想看 这个老人家 他面对这样一个逼迫的时候 他怎么办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 他怎么回答那个暴君的 他说 我服侍了神86年 神从来没有使我失望 我怎么能够不承认 那拯救我的主呢 所以他过去的经验来讲 神有没有让他失望过 没有 那这一次呢 也不会让他失望 但事实上 他是被火烧死的 不要以为他就不会 遇到这种灾难 可是在那一刻他知道 那个死对他来讲 也没有太大影响 正是借那个机会 他去与主同在 好 所以这是他一个信心上面 所表达出来的 盼望我们都有能够 像这个玻璃甲一样的信心 好 接下来他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会有一个挑战 或者是一种体验 你有没有一位 受你信任的好朋友 而有一天呢 有别人跟你说了 这个好朋友的一些闲话 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不相信 不相信 对 好 第一个人来跟你讲 好 比如说丽欣跟语恩 你们两个 应该是好朋友吧 是啊 我要挑拨一下 我就跟丽欣讲说 语恩怎样怎样 然后丽欣你刚才讲说 不相信对不对 好 今天我讲你不相信 那另外一个人再跟你讲 几个人讲过以后 哎 我跟你讲 语恩真的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 这可能需要查证一下 确认一下 要确认一下 不然就三人成虎了 对对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真子杀人 那个真子的妈妈 一直听说人家说他的儿子去杀人 他就把家里面打包打包 就从后门就跑掉了 因为觉得他儿子真的杀人 好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 我们信的过的时候就不相信 可是如果太多人这样讲 我们就会信心会动摇 那问题是我们到底相不相信 我们的好朋友 那对神的信靠就是 我们要比相信我们的好朋友 要更多的来信靠他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圣经里面 作者提到 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例子 也是关于有信心的 讲到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谁最有信心 亚伯拉罕 对 他被称作信心之父 对 可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 来查亚伯拉罕的时候 你就发觉他真的有信心吗 也不尽然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没有 因为他最大的信心的表现 就是将他的独生的爱子 以撒现代谈上 可是在过程当中 他有几次将他太太说 神是什么 妹妹 为什么 因为怕酋长把他给杀了 娶了他的太太 好 所以他是有信心 没错 但更重要就是 他其实是顺服神 他如果要靠自己 那就立刻没有信心了 再来 新约里面 耶稣对天父上帝的信靠 也是完全相信的 最后 克星马尼约祷告是怎么说的 他说 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没错 所以他是不想要承担 但是 如果神 天父不是要照他意思做的话 他最后还是这样 顺服 照神的意思 对 照天父的意思 好 在十字架上面 他是怎么样说的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因为他知道 唯一能够信靠的就是神 不然的话 最后他不知道去哪里 那多恐怖 我们的主如果最后死的时候 他也不晓得他要回归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那我们以后将来要去哪里 更这个纠结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很清楚 这也是我们的榜样 好 最后呢 这个作者还提到了一个 在当时发生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事故 那这是一个空难 有一个弟兄呢 他是驾驶军机 在出任务的过程当中呢 结果出了意外 他为了要让他的同机的这些同袍呢 能够平安的跳伞 他最后呢 没有跳伞 而将这个飞机呢 尽力的开到海岸旁边 减少杀伤力 那这个当中 他的母亲呢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问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神对他说 你的儿子已经得到安息了 他就有平安进入他心中 于是呢 他回去告诉他家里面的人 他说 我们知道他还活着 因为呢 他在神那里 那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 就是对神的一个信靠 因为谁都没看到 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信心 而且即使在风浪当中 在风暴当中 在幽暗的黑夜当中 我们还是要紧紧的抓住他 这个信心就像一条绳子 牵引着我们 在黑暗当中 我们仍然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 好 这是有关于信心上面来讲 一种体验 那就我们现在生活体验当中 两位同工业比较年轻 没有那么多凄惨的 或是一些难处 风暴 但就你们所认知的 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体验 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在信心的体验里面 最近的一次就是 刚毕业之后要找工作 那因为我在国外念书 那在国外要找到工作 其实不是很容易 有一些的条件 其实一开始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我后来被拒绝了 我就觉得一开始 对上帝的信心有点动摇 我就觉得说 上帝不是你要带领我走向这个领域 我要继续在这里发展吗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可是后来就是 风回路转的 就是同样的公司又回来找我了 然后是另外一个 上帝预备了另外一份不一样的工作 可能更符合我要申请工作的准证的工作 那我觉得对上帝的信心 就是要相信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后来我觉得对上帝信心的转换 就是几乎上帝没有让我留在国外 找到工作我也相信他把我带回到我原本居住的地方 是他给我最好的预备 所以不是有没有工作做 而是相信神一定带领你 这是很重要的 好感谢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相信 立心也有其他的经历 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的 节目进行在这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要跟你说再会了 我是袁哲三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雨恩 愿神祝您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